做到什么都是站在这个角度 有的时候把我们赶弄的都不行 我就想这些事情 你想给的不一定是别人想要的 咱们做雪中送炭 不要做锦上添花 真的哪怕是以后是朋友 普通朋友 我想你也不能看到大导导男吧 是不是 我相信堂堂做人做事 你是很大气的一个人 而且你认定的事情 我看了酒头牛也拉不回来 除非你心里想放下的事情 才会放下 你是太有主见的 我跟你讲 如果你的父母那个时候 极力的反对你 可能你还要坚持你自己的 但是你妈妈说那些话 就说孩子你拉着大宝 我就要拉着你 哎呀那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堂堂已经是 就身上有责任了 对对 加上没没点小事 是不是 点一下 对 所以我觉得我母亲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人 就是真的 那时候他明明可能他觉得我们俩没有那么合适 但是他他会说没关系 只要你喜欢你想去做 然后你就去坚持 然后我我你去拉大宝我去拉你 哎我觉得我妈妈真的很有智慧 就当然他说也是真心话啊 但是他这么说了之后反而让我觉得不能那么任性了是不是啊 哎对家人们你们懂这种感觉吗 但反而我爸就反而来去骂我两句啊 说我两句是吧 我母亲说我两句 我反而可能我还想不行 我得坚持我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母亲就特别理解我 嗯 我的我也是这样的性格 我不怕别人对我不好 但是谁对我好啊 我就我就缴械了 所以说唐唐啊以后的路啊挺长的 嗯是这样的 该是你的啊走不丢的 早晚都是你的 不该是你的啊咱们就说 很多事情啊不要把它看得太重 只要做到自己尽心尽力了 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就好 家人那个哎呦我看大宝在连麦 你要不要连一下他 是不是好好好 你先和他连你先和他连 你先和他连不要连 哈哈哈哈 我先和他连吧 家人们都想和大宝 家人们都想看看大宝 你和他连吧啊 我下了啊 有辛苦了阿姨啊 我跟大宝 没事没事疼的啊 辛苦了 嗯 家人们连不连 就是 嗯 我看 我看意见不同一样 你这样吧 家人们我们点个双赞吧 点出来双赞就连他 老规矩好不好 点不出来的话 大宝就说明 家人们不想听你说话咯 好不好 我说三二一啊 三二一 来 我看看 大宝 无厌我啊 点出来了 咱们就给你连咯 点不出来 就家人们不想让你上来 哇塞 家人们 你们太爱他了吧 我真的服了你们了 嗯 你们 你们真的很奇怪啊 家人们 来 点到五十万 我连他 你们哥哥说 堂堂 你 你别跟大宝一起了 然后大宝一来 你们又说连他 连他 连他 不是 你们咋回事呢 你们咋这么奇怪呢 你们给我讲讲 你们是怎么想的 我再试一次来 我数三二一 来咱们点到五十万 等下五十万我连他 三二一 不想让他上 你就别点啊 来 三二一 来 不是你们是闹着玩的吗 你们 到底是想 就是直播间最起码有五百个人 同时是想让大宝出现的 但是公屏上的节奏都是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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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实际那个赞就点的老猛了 嗯 真的想捏吗 我还双倍点赞 点出来了 再点到五十万 然后我们连一下他 好吧 福了 我跟你说 你们真是亲爸亲妈 亲父母 我为什么这样说 太给力了 我真的 好好好连连连连连 我不知道大宝要跟我说什么 我先说一句 你们是真 你们是对他是真的亲 骂他们的 骂他的人 就是平常教育他们的也是你们 最后向着他 他的还是你们 躺他 你 躺他你不要听他的行不行 我说你不要听他的这个人你这个人你都没有见过 我听谁的呀 我看到有个男是跟你连迈的 这好吗 你跟我连迈是因为这个事情啊 不是啊 不是啊 咱们咱们不是咱们不是不爱的是不是 我很爱你的躺他就是想让你给我一点时间而已 如果你觉得三年时间太长 那咱们就两年一年行不行 你不要跟我分开啊 我这里这两天找你你也不理我 你见见我行吗 对你是因为看到有一个男生 家人们打打正能量好吧 你是看到有个男生跟我连迈了 然后你就找了来找我的吗 然后才说刚才这个话吗 不是我本来也想你想找你 但是你又不理我 然后然后然后你那个男士说的都不是真实的 他开什么公司啊 他肯定没有说实话 你才认识他多久你自己说 我不认识他呀 所以说所以说他说的能是真的吗 你信我 哦 我是我爱不爱你 其实你知道可能家人们也知道 这个男的说什么大老板你也没有见过真人 嗯 那他和你见没你能不能不见他 你答应我不要跟他见面好不好 唐唐要不这样 你可以出去散散心放松放松 但是你不能去他说的那个地方好不好 他说的哪个地方啊 我都忘了 家人们我真的忘了刚才连麦那个哥哥说的什么 大宝你怎么记这么亲啊 你不是记忆力不太好吗 我真的我真的都忘了刚才那个哥哥刚才连麦说的点啥啊 你们还记得吗 你们还记得吗 你这会说的我都有点奇怪 我刚才说什么了 唐唐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真的非常非常爱你的 因为你是我最爱的 所以我不想让任何男的对你有不好的行为 没有不好的行为啊 人家只是一个粉丝连麦啊 只是上来跟我烙火磕啊 家人们他他真的是想跟他烙火磕吗 家人们你们说他真他真的是只想跟他烙火磕 就这么简单 你们结得是的扣个一 结得不是的扣个二 你们结得是吗 家人们 是啊 就是烙火磕啊 家人们你们你们你们告诉唐唐是真是吗 真的是烙火磕吗 他说他啥都能答应你也不一定是真的 嗯 你说 你说我们都还没 说分开我也不同意分开 我们之间没有多大的问题 两个人只有磨合好了才能在一起是不是 我们要长久的在一起 我 我真的是想跟你过一辈子的 那怎么办 我们俩磨合了三五年吗 咱俩有这么难磨合吗 需要磨合三五年七八年十几二十年吗 不会的唐唐 我知道我们可能两个人性格也不一样 就是然后家庭这些也不一样 但是这种东西就是要 就是要去磨合了 反正你这个人不能信 嗯 嗯 好知道了 谢谢你提醒 我跟你说了 你再给我一两年时间好不好 最多就两年 最多两年 如果你真的心情不好 就是你可以出去散散心 这样不可以吗 就出去玩玩一玩啊 这样我都是同意的 就不要 不要分开了 唐唐 你想一想这个人刚知道我们 没有分开 只是闹了两天小矛盾 这个人就开始追求你 这不是明白的已经盯了你很久了吗 不是 只是一个粉丝连麦 大宝啊 咱们就别小题大做了好不好 都没多那点事 就连个麦 大家漏会磕 哪里你想的 这我都听了唐唐 他还说什么都答应你 别说三个条件 十个条件都答应你 那家人打发 这话听着就咋那么就不可信了 点个小关小助 没有用灯牌 咱们把灯牌亮一下 最近都用这个号剥了 不信不信 好的好的不信 那人家说了 别说三个条件了 十个条件都没有问题 那你为什么就不行 唐唐 唐唐 你知道我就是 我 自己自身条件这样子 然后我现在身上也没有米 所以我想说让自己 自己争一点 有米 有米了 我不明白 好不好 我跟你说了很多次 你觉得我家庭需要你这些东西吗 我知道你不需要 但是我起码得有 不能说空空的啥都没有 那你还需要有什么呀 那我们两个在一起 我有的不就是你有的吗 你有的不就是我有的吗 为什么要这么分你我呢 我都不在乎 我不知道你在在乎什么 你的面子永远都比我重要 你就是面子 你就是面子问题 你的事业 你的面子都比我重要 打他我真的是想跟你过有一辈子的 我是发自内心的 他纯粹就是一个矫急的 他只是盼着我们找分开 你怎么看就看不懂了 你别往别人身上说好不好 而且我跟你说 而且我刚才听那个男士说 他母亲告诉他的 那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他母亲在公民上说话呢 还说关注了你一个月了 这个不重要 好吧 不重要你 你意思就是不去是对不对 我 我不去 但是我去不去 也不是说我要答应你的 我们俩之间又没有什么责任跟义务 你又不是我的 你又不是我的男朋友 你没有资格要求我去与不去 对不对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现在是不准备去的 但是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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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